第二回合 两分钟总答题时间 准备 请出帝 请问下面哪一个珠宝 放在精品展示柜的时候 会需要在旁边摆放一杯水 来维持水分 A 珍珠 B 翡翠 我的答案是A A 锁定 为何 我总印象 因为珍珠它好像是孔 有孔 其实孔洞比较多 那翡翠它是比较接近冰晶那种 它是比较觅食的 所以珍珠会吸水分 它会有一些化学变化 对 因为珍珠是海里面的嘛 所以它可能需要一点水分 不然它会裂 或者变成 很合理 请接下 非常合理 好 好 翡翠在旧宝当中呢 是最怕会跑水的 因为呢 当我们在进行展示的时候呢 常常会因为过度的光照 或是温度的上升 造成的翡翠啊 或其他的珠宝里头呢 会有一些状态出现 但是因为翡翠喔 它的内部呢 是比较不稳定性的晶体 所以它的跑水情况呢 比起其他的珠宝 是会更严重的 因此呢 在它的珠宝展示柜里头 一定要放一杯水 去维持翡翠晶体的稳定度 林业庭准备 接一 准备 西装外套源自于十九世纪晚期的英国 请问在当时是作为哪一种用途呢 A 运动员的运动外套 B 卫兵的预寒外套 A A 锁定 怎么猜的 因为照理说应该是卫兵的预寒外套 我觉得我认知的是B的话 那就是A 好有道理喔 洗脑了 对 你不是说我就是反指标吗 我就这样想 什么逻辑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运动员的运动外套 有可能 因为他们要去比赛什么的话 比较有正式的意义 请介绍 预寒 西装的预寒 标准 西装外套Blazer 它是起源于英国 那这一开始呢 它的这种外套 它是长到大腿 双排扣 然后呢 通常会是那种轻直的法兰绒 是黑色或者是海军兰 那它的袖子上面呢 会有一些黄铜的金扣 那这样的一个外套呢 它那种不会非常的fit 它是会比较宽松 大健的 那英国呢 非常知名的一些运动 比如说像板球啊 或是划船啊 这些运动员他们身上呢 就会穿着这样的一个西装外套 来进行保暖 来 命运奖金术 而又是一百到一万的组合 它们是邻居 请选择 五千元 好喔 好厉害喔 你热情准备 请 主题 东京的羽绒外套强度很重要 请问下恋哪一种身材的女性 适合穿长版羽绒外套 A 雷型身材的女性 B 高挑的棉花糖女孩 来 长版吗 A 好了啦 硕定 怎么可能会拆A啊 所以长得把它遮下来是吧 对啊 我也觉得 高挑的棉花糖女孩那种 它不是都很好看吗 没有 棉花糖女孩 你就变成一个很 很膨大 对 棉花糖女孩什么意思啊 胖啊 比较有 风鱼的 对啊 比较风鱼的女生 然后就 我觉得长版的话 它可能上面看起来会瘦 然后这边会自然的A线的话 我觉得可能比较 休斯线你要效果特别好 来 请介绍 我刚好又怕冷 所以我很多长版的羽绒外套 对啊 那你觉得我穿不好看吗 来 扣你准备 来 秀出命运奖金数 最少一百 最多一万 请 选择 加油啊 灵感 灵感 不要只会找五千的 我以为你二号 三号会选 继续答题 谢谢主题 1分06秒 加油 流行的马丁鞋起初是 从军靴改良而成的 请问当初贩售马丁鞋的时候 主要消费族群是谁呢 A 家庭主妇 B 劳工族群 劳工 劳工 锁定 锁... 勞工太合理了 因为很多劳工在那些 那个 Levi's发明牛仔裤 马丁鞋发明 马丁鞋 两个配在一起 劳工 我是想到像 真善美那种歌剧里面 那些妇女的长裙里面 好像穿的是Dr.Martens那种鞋 好像是 我也是 音乐剧里面 他是从军靴改的 我也觉得 变成工作学 请介绍 我本身是炸弹 有在吗 好 真的 好 这位马丁鞋一开始 的确是出自于军旅 是在德军 他们在使用的一个鞋子 但是因为当时的这种鞋子 穿起来实在太笨重 而且也刮脚 所以他们后来 就做了一种新的改良 把它变成比较软的皮革 同时鞋底 是用废弃的轮胎灌了气以后 变成气垫的鞋底 结果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做了改良之后的马丁鞋 这十年来 结果有八成以上的销售额 都是卖给家庭主妇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就会来穿马丁鞋 作为工作游戏 大家就转转移了吧 好 妙答一下 好 来 请助理 日本曾经挑选出指南眼周 一看就有好感的女性穿搭 请问哪一种款式 最受到男性的赞赏呢 A 合身的上衣 B 连身裙 我的答案是B 连身裙 锁定 因为我看叶婷老师都是穿裙子 他常常穿洋装就是连身裙 就是洋装嘛 连身裙 因为我这真的是照叶婷老师 连身裙是个one piece的 这样长版的那个 就是洋装啊 洋装 就是dress啊 就洋装啊 这也是啊 这也是连身裙啊 连身裙 连身裙啊 可是我觉得是A 我也觉得是A 糟糕 侵略性可能太强了 侵略性 所以一看就有好感啊 就是你穿合身的话 可能比较容易突现自己的优势啊 就像展示线条的感觉 所以舒婷是站在我这一派 对 我是觉得 肩颈 你一选他就这样 一直点头喔 真的喔 来 揭晓 来 命运奖金数 终于一百到一万 请选择 目前你是第二名的几分 是的 两个零 真的喔 我还想说舒婷可以坏下咧 他在4 结果4还7两个零号 5号被冷落很久 都没有人按5号 我觉得他很可怜啊 没有关系啊 没有 还有机会 慈善的心 36秒 36秒两题啊 OK啊 准备 请助理 古代爱人之间 会互相赠送定情物 来表达爱意 请问若素法簪代表什么意思 A 正式的尊严 比截至尤临 是啊 这我真的 我的答案是 送法簪 A A 正式尊严 什么叫正式尊严啊 是不是 我给你一个名分 你是我的人 是这个意思吧 你很有感觉吗 我感觉定情物都是 古装剧都这样 我给你一个名分 因为法簪 你簪上去之后 是人家看得到的 古代人不都说法妻吗 正式尊严 明镜 应该是 对 起 这下 漂亮 漂亮 好 法簪又称 骚头 对于古代人来讲 的确是要请她来 作为自己正式的意思 所以常常都会拿法簪 作为定情之物 所以在过去也曾经 有女子收下了法簪之后 听到了情人在外面 又有别的心欢 就一怒之下 把法簪给烧成灰 代表我不愿意做小三 这样的一个决心 我不愿意跟别人 分享这个男人 那另外男生 如果要送定情之物 还会送玉佩 因为君子温润如玉 玉也代表了 这个正气凛然的概念 所以也会拿她 作为一个承诺 命运奖金数 请公布 一百到一万 请选择 三千元 好 还可以 15秒 还有一题 拼了 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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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出题 我的答案是A 锁定 时间刚好结束 我觉得是B 完了 为什么是B 没有 我只是很觉得直觉 最初制作材质廉价 Penny Penny是 零钱吗 那是 五分钱 两分钱 因为Lawfer这种鞋款 它其实是最不费工的 就是如果你要比其他的 什么高跟鞋啦 运动鞋啦 靴子啦 靴子啦 靴子鞋是最不费工的 它不费工 就是它的工程 怎么讲 不用那么多工时 不用贴那么多东西 不用打洞 的确 所以我会觉得它是制作材 不能讲材质廉 就是它的制作的费用 是比较低的 请介绍 就是太合理了吧 就错了 好吧 就太合理了吧 对啊 为什么 Lawfer一开始的意思呢 代表着流浪的人 那在一开始呢 这个鞋子会流行啊 是在1940年代 这些长春藤名校当中的学生 他们都很爱穿这种乐福鞋 那当时呢 他们很流行 在鞋子开口前面的 这个鞋带的地方呢 塞一个Penny在里头 就是以便室的钱 那因为呢 那个时候 还没有手机这么的方便 大家都还要打公共电话 所以一旦有时候呢 紧急有事情要联络 但是实际上 又找不到零钱的时候呢 就可以拿这个Penny 出来做机用打电话了 删除了一些奖金报告一下 周明景 明景跟婉婷这边 六千 最低 林叶婷跟Cody 一万一 林嘉宜 游舒婷上来了 一万三千一百元 打理性转移到周明景身上 全民心动力 赶快来订阅喔